我第一個啦,要怎麼把它穿 一般最外層一定是一幅 再來的話就是判斷 那當然扣你可以扣過來 不然有時候扣很簡單 你就直接乾脆自己打扣 前刮斧 然後後面的話取這個儲存格 A3,後刮斧一下 反正就扣 然後如果它條件是什麼 因為它得到的一定是一個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呢 假設是小於128的話 那表示它是英文的 反之那就是中文 所以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在這邊用twin twin的話 如果你可以自己打出來 因為也比較簡單 也不用扣過來 如果你扣,譬如它扣筆太長 那你就可以把它先確定之後再扣也可以 這個或者自己打也OK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打twin twin的話就是直接把這個資料給它 後刮斧 跟call一樣 那force的話呢 那個subtitude 如果你說老師那subtitude太長怎麼辦 有個方法你直接按確定 OK 然後呢你再切到這邊之後的話 把這個subtitude這個公式 你再把它複製一下 再取消 取消之後再切回到這邊 點擊if的地方 再讓它跳出 按下插入環數 再讓它跳出剛剛這個視窗 然後把公式貼上 這樣也OK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做的 你可以把它貼過來 按確定 好,試一下 所以結果應該是 中文的部分應該是會正確 反思英文的話也是會正確 那當然你底下你也可以其實可以 自己再找一些資料吧 比如你可以再把它放個中文 放個英文 放個中文 然後看看它有沒有真正的 達到你要的那個效果出來 OK 理論上應該這樣OK 所以最後的公式 其實就是長這麼一串 OK 那這一串 如果你在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打錯的話 怎麼辦 請翹翹翹幫忙檢查一下 那理論上我會把我做完的那個公式 一樣會放一個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那個 我剛剛打的公式 我看應該這邊有貼的 我看我貼在哪裡 貼在雲端上面 我看Twin的部分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應該我記得是有貼在這裡 OK 第九頁這裡 我剛剛就是四個函數 把它串成一個公式的寫法 或者你們也可以嘗試看看 翹翹翹看看有沒有更聰明的辦法 你可以跟大家去述一下 如果我希望把中文不要有空白 那英文的話有空白 應該用哪 以前幫我撰寫一個公式 應該怎麼做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就切到今天 應該算是最複雜的 綜合練習 那這個裡面的公式 其實基本上就是什麼 開頭一定是09 然後111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假設我要用REPT加上LEN 幫我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好 那幾個做法 如果是傳統做法 自己打 如果是用CHALGPT 就把問題敘述給它 結果一不一樣 我發現一模一樣 OK 我覺得 所以有時候我會有那種想法是 那我幹嘛做這麼辛苦 我剛開始就直接把問題丟給它 但是想一想好像 又好像不行 因為如果以後你公式不熟 那有些地方你需要自己打的 那你就打不出來了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可能有了 好啦 反正 好 不然我們就是分兩部分 第一個 綜合練習部分 如果用傳統方式的話 09 所以你這邊怎麼打公式 記得 先點一下上面資料便寫 等於前雙以號09 後雙以號 記得09是一個文字 然後你要串接這個資料的話 再加一個AND符號 AND的話指的是串一個什麼資料 那你可以串一個儲存格 就給它F4 你可以點一下 或者你自己打F4也可以 我的習慣是喜歡用點 點的不要直覺 然後AND一個什麼 AND一個減號 因為這邊一定要有一個減號 所以你可以AND 減號記得它也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雙以號 減號在一個後雙以號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打一串 後面假設還沒結束 你可不可以先打勾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向它填滿 可是問題它還沒結束 那你要繼續 沒關係再點一下 後面的話呢 最難的部分 84 我要補一個0 所以你以前做法是什麼 AND一個0 AND一個0 然後再AND什麼 AND這個84 會不會是084 打個勾 084 可是問題來了喔 因為我這邊是AND一個0 對不對 那假如說底下 它已經是三個字的話 它就會變成多一個字了 因為電話號碼裡面 這個區碼只有三個字 你不能有四個字 四個字你打不通了 怎麼辦 所以這個需要做一個計算 算什麼呢 到底區碼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它不足三個字 就補幾個0 如果不足三個字補幾個0 那我們這個地方怎麼敘述 所以AND0這個地方喔 你就是用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一樣 第一個是要補幾個0 那如果假設你不會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在旁邊 先練習看看好了 比如這樣 你在旁邊補幾個0 我要怎麼做呢 那我可以在這邊 先插入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有用過用LEN LEN的話是算幾個字 有沒有LEN 那我可以先算一下區碼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字 可是我最終是要補一個0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LEN前面再加一個3減掉 有沒有 3減掉2的話呢補幾個0 那就補一個0嘛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 記得喔 向下填滿是在空點快點兩下 它就補到 就是自動幫你把底下自動填到最底下 OK 這招我是覺得一定要會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之前還有同學問說 是為什麼你點兩下就可以自動填滿 這個不是應該要會的 好像有些人不會 沒關係我講一下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你就知道就好了 這個 所以有些技巧我上課會講 但請你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不會這個技巧 所以你真的做太慢了 那以前的做法如果不會這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按住不要放 一樣填滿 那問題資料很多怎麼辦 你要一直填 一直拉拉拉拉去 很多人在那邊拉拉拉拉去 哇太麻煩了 你點兩下不就搞定了 OK喔 所以好方法一定要記起來 好 但是你說這不對啊 補幾個0 那可是呢 我要怎麼結合REPT 很簡單 你再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插入REPT 有沒有再插入REPT這個函數 那REPT我們剛有用過 就是重複幾個0 有沒有重複什麼字 重複0 那0記得喔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test 所以前後請你家雙0號 把0包在裡面 重複幾次的話呢 那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再把剛剛的公式貼到LUMBERTIES裡面 它就會幫你重複幾個0了 有沒有一個0 那底下沒有 那羅老師這個不對啊 結果不正確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再AND什麼 AND 區碼就OK了 有沒有 084不就好了 打勾看看 08 這個084有了 像下填滿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有了嘛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對耶 區碼全部都三個字了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公式 講得太複雜 你可以分階段完成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分了好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先用LEN 再用3去減掉它 再把它放在REPT裡面 再去串接這個AND AND的趨勢 得到結果 所以喔 有些比較複雜的公式 你可以不用急著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接都完成 所以那種很長很複雜的公式 都是慢慢完成的啦 OK喔 不過我是覺得 未來當然也可以用TRAPT輔助啦 可是我覺得這些基本觀念 你至少也要會吧 如果完全不會的話 那這個我覺得還是會有問題耶 OK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 比較好了 有沒有 把這個公式 放到它的後面就OK了 那怎麼放喔 一樣嘛 我的習慣是 游標放這個裡面 把這個公式選起來 複製 不怕按等號喔 你不能把等號複製喔 然後記得按取消 如果你不取消 你頂過去它會變這樣子 它會變 還在選取狀態 所以你就取消它一下 所以你就把它選起來 複製 然後按取消 再切到這邊之後的話 把它串在它後面 所以記得AND AND 剛剛這一串 有沒有 然後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欸 有了嘛 然後呢 這個默碼有沒有 其實我是覺得喔 如果你要做 你會發現喔 其實不需要重做吧 因為它跟它的規則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把G4有沒有 改成H4就好了 不知道哥哥應該可以看出來吧 所以比較偷懶的做法是喔 你就是直接這樣啊 把這個公式複製取消 然後如果你要在旁邊做一次嘛 你就把它貼上之後喔 把這個G4的G 改成H4 指的是這一個 那把這個G 改成這個H 打個勾 欸 少個等號 這邊前面記得補個等號 不然的話無法執行 這樣OK 向下填滿 有了嘛 欸 所以其實喔 你在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一樣的道理 把它複製 取消 再把它串到這個後面 但是好像少個減號啦 所以你要先一個減號 and的一個減號 然後再and 一個這個公式 好 打個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滿 那這一邊這兩個齁 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因為這個只是我們 這個階段性的公式 所以把它刪除 就完成這個 REPT加LEN的部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數數看好了 那公式其實相對 比較冗長啦 你們可以參考 我有把這個公式一樣 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們其實 這邊有 就這一串 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十頁的地方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喔 敘述給CHRGB 會不會得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發現喔 真的就一模一樣 所以喔 我就把剛剛的動作 再敘述一下 請幫我撰寫一個 Excel的公式喔 那這個公式喔 需要用到這兩個函數 REPT加LEN 然後幫我串接09 有沒有 然後F4 然後再這個11等等 給大家敘述一下 得到最好後面加一個例如 如果你把這一串敘述 把它丟給那個CHRGB 請他幫我們產生公式的話 得到結果 執行看看好了 丟給他 我記得好像他應該得到的結果 應該會是 不過他好像直接幫我們改成用TES 我已經跟他講說 要用這個REP加LEN的盤數耶 所以如果他假設不聽話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跟他講一下 請務必使用 這個 還是說我這邊少兩個字 函數 REPT 函數與LEN 好了 OK 所以他做錯了 他可能用到的 不是這兩個函數 而是用到TES 你可以在底下 再跟他講一次 他就會再幫你 就一定會用REPT加上L 有沒有 第二次應該就對了 那這個得到的結果 就會跟我剛剛打的 我記得好像也是會一模一樣 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貼到這裡 我貼旁邊這裡好了 我把它貼到I這邊做練習 打個勾 寬度不足拉寬一下 向下填滿 一模一樣 有沒有 其實我看了一下 公司好像也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其實啦 當然你 不過啦 其實當然 這個CHOTYP是簡單非常多 只是說有時候太快了 我怕你們不知道來龍去脈 然後 如果 兩邊你都可以的話 我是覺得他會更好 相對比較紮實一點 OK 那當然啦 以後如果你現在是 懶得自己在打這個東西 真的你敘述一下 讓CHOTYP知道一下 他真的就可以幫你完成 而且是快速完成 OK 好 另外的話 其實除了用 REPT加上LEN之外 其實你會發現剛剛 他好像第一次得到的結果 不是用REP加LEN 他是用另外一個函數 用TES 有沒有 得到的公式好像更簡單 對 所以喔 如果假設 你這個問題裡面喔 你不指定用哪個函數的話 我記得他應該會用TES 因為為什麼 TES相對簡單 比如說啦 我這個地方 我要重新再把這個問題 複製貼到這邊來 但是我不要指定他用這兩個函數 你會發現他應該得到應該用TES才對 我執行一下 有沒有 他就用TES 那為什麼用TES 其實很簡單 因為TES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他不需要兩個函數 那你會發現他最重要就是這個 兩個參數 其中一個就是000 所以以後如果你給000 表示3碼 如果你要4碼就4個0 5碼就5個0 意思類推 這樣簡單很多啊 所以TES在這邊 其實就是格式化的意思 所以請各位 把中和練習有沒有 再複製一個陰模一樣的 放旁邊 複製的話就拖拉 滑鼠就是按住左鍵嘛 把中和練習點住 向右拉 那如果要複製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Ctrl鍵 Ctrl鍵按住會有加號 然後這個時候請你把左鍵放開 他就會多一個中和練習2 有沒有 我再做一次好了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將來我們會做蠻多變化 拖拉按Ctrl鍵 然後再把左鍵放開 多一個了有沒有 這兩個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 再練習另外一個就是TES 如果要把它改成TES 的話 那其實蠻簡單 先把這個原來 REPD的部分去掉 去掉的話其實你就可以 去掉應該也不用全部吧 因為09多少這個應該不用改 只要把-後面M的這個地方 REPD開始這邊把它刪掉 那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TES T1XT 或者是這樣 你如果不自己打的話 你可以插入環數 這邊有個插入環數 然後這邊加一個文字裡面的TES T開頭有沒有 按確定 那Venue的話呢 其實你就指向這個區 G4 那Format test 你要的格式是長什麼樣子 我要長的是三個字 你就用三個0來表示三個數字的意思 它就幫你把84這個數字 格式化之後變084 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084 所以如果007的話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一串公式 如果你不重打的話 你可以把F4後面這個M的減號有沒有 選到尾巴複製起來 再把它貼到後面去 把這個G4改成H4比較好 G4改成H4打勾 這樣就OK了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是TES了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剛剛多做的 OK 好 所以兩者比較之下 你應該會發現 好像這一題不要用REP這樣 好像比較簡單 反而用TES一下就OK 但是REP好像就轉個彎 轉很多個彎 一下用3減掉LEN 一下又要補幾個0 然後又要再串它原來的資料 好麻煩喔 所以這個假設以後 如果你遇到要都是幾個字的話 那我建議用TES比較OK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主要是跟各位講 不同其實一個問題的答案 絕對不會是只有一個 所以以後如果你問TrackGP 它可能給你的答案 可能也會不值 而且你今天問的跟明天問的 可能它給你的答案 也會稍有不同 它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OK 而且甚至你還可以問它說 如果不要用TES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幫我產生一個另外的公式 我跟你講它會耶 但是得到的結果會不會是比較好 不一定 你們可以出來就看 這個我覺得也是另外一種 學習Excel的好方法 就是藉由AI的輔助 所以今天的作業練習 基本上就是把REPE加上綜合練習2 OK 結果做完之後 那你繳交的話記得喔 最後請你另存新檔一下 因為這個原來的檔案格式 它是舊版的 97到200 97應該是1997 這已經N年前的舊格式了 所以我建議你直接把它存成什麼 存檔類型 把它存成 理論上應該是活業部 最上面這一個 但是我們下個禮拜 會教各位寫點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 假設你的Israel裡面有寫程式的話 記得一定要把它存成第二個 叫做啟用聚集的活業部這個選項 如果你選錯的話 你將來程式就會完全消失 而且救不回來 OK 這一點可能要 所以不如我們直接就把它存這個格式好了 就啟用聚集的活業部這個 把它儲存 那所以今天繳交的作業就繳這一個就OK了 儲存這樣OK 所以記得喔 最後存檔不要存錯格式 存錯格式有時候就完蛋了 就不回來 另存新檔 你把這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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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存檔上傳上去就OK了 每一週都有作業 所以你就把那個作業繳交區傳上去 另外有一點很重要 之前有發生過 那我想應該不會 就是有同學會把自己的作業借給別人 他做完了 結果大家摳摳摳摳 結果大家都長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可能就不OK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我們理論上是相信大家 OK 所以儘量 反正你有做 你就做自己的 然後儘量把 今天能夠練習的部分 只要有空白的部分 你就把它多做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多練習 可以啊 我剛剛不是講 你可以再多問ChartGT 那沒關係 你如果做個練習 除了有二 你可以三 四五六七八 就是OK 多做OK 你不要用沒做 多做是可以 但是比較少做 多練習啦 我覺得 蠻建議各位 就是有空可以多用一下 那個ChartGT 這年代就是 你如果AI不熟 那真的應該你機會就少非常多 而且如果你將來除了會用之外 還會設計的話 那你機會應該是這個無限 OK 當然相對的啦 你的薪資水準 還有你的機會 還有各方面 我覺得應該都是不一樣的 另外如果你可以跨域的話 現在很缺跨越人才 因為隔行如隔山 所以你又可以把AI 跟你原來的專業結合在一起 然後弄出一個 如果你們這個領域所需要的AI 哇 那會非常非常棒 OK 那現在就是你們最好的機會 因為 年紀大的人 對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快學會 甚至啊 可能連知道都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再跟你們長輩聊一下 如果他都知道 那表示他真的很好學 OK 你怎麼會知道 像很多人說 老師你怎麼會知道 我好學嗎 OK 反正我不知道我就要知道 去翻個書 去看個網路相關的資料 OK 或者是反正你很多地方 像國外的影片蠻多的啊 很多網紅他也會拍啊 他做你就 對不對 你就看看他人家做的狀況 或者是業界有朋友 你聊聊天 看一下大家現在做怎麼樣 哇 你覺得哇 這實在太厲害了 像AI的發展真的無限大 像除了寫程式之外 還有很多 像只要跟設計 美學設計 像比如產生圖好了 像有那種 有AI說真的啦 哇 我覺得很多美工人員應該會失業 他就自動幫你做出來 你要什麼圖 跟他講一講 talk一下 圖就有了 影片也是一樣 你要什麼什麼影片 馬上幫你生成 太強了 而且甚至以後 跨語系的好像也不是問題 因為比如說你現在講中文 我現在想要把我這段影片 變成講英文 你就可以訓練一下 甚至連你的語調都可以一模一樣 只是他突然間變成講英文了 對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影片 也全部把它變成英文了 或者講日文 OK 而且現在這種工具 沒有已經非常成熟 但是我覺得也已經做到一定的程度 堪用的程度了 剩下就是你要發揮你的創意 然後你就可以做出一個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還蠻好玩的 OK 試一下 因為每個領域好像都適用 所以有時候跟朋友分享 不同領域的人 知道這個訊息 開始用就覺得 哇太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第一個翻例把它完成 今天都還沒講到程式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寫點程式了 以前的做法是真的你媽要自己key 但是後來我發現好像AI可以幫忙 所以後面我們就會教各位如何透過ChargeVT 幫我們實際上寫出程式 並且可以真的在Excel裡面直接運作 然後一鍵按下去自動把所有事情搞定 感覺很好玩 OK 哇很讚 因為很多事情感覺就不用每天都重複 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程式寫出來 所有事情就搞定 所以剩下的時間請各位把這個作業完成 調教 有時間的話呢 盡量多使用ChargeVTALK一下 當然不是只有用ChargeVT 你其他平台也可以 像GM9 Google的 或者像Amazon那個 那個什麼 Cloud3 你也可以試試看 Cloud3好像風平越來越好 OK